八快速道路上一辆白色轿车疑似自撞 结果车头毁损还冒出白烟 车子慢慢往后倒退撸再撞上护栏 这时后面大货车看到了赶快踩了刹车 没想到在后面的大货车根本刹不住 内车道第三台货车闪避不及撞上前台货车车尾 离谱的是民众更直击撞毁的白车驾驶 居然还站在护栏外 现场连警示三角锥都没放 车祸发生在台88西向快速道路 四号清晨五点半 警方到场发现一辆白色轿车横停在车道之间 导致后方三车追撞 而白色轿车驾驶九侧值居然超标 酒驾上路自撞护栏 害得后方三台货车也遭殃 货车驾驶也因此受伤送医 驾驶随后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这种无数浪漏彩要高雄报道 在后面不复见 是什么 有什么 不过